成立美利坚联盟国 然后就开始了南北战争 布雷金里奇还带头搞分裂 当上了南方的战争部长 所以南北战争的原因呢 是七个州搞分裂 搞分裂的直接原因 就是这次大选 南北战争之后十多年 美国险些又因为一次选举打内战 当时是1876年 两个候选人呢 是民主党的第二灯和共和党的海思 大选机票工作呢 到了倒数第二天 第二灯呢 以184张选举人票 领先海思的165票 当时呢 是获得185票就能当总统 所以这个第二灯觉得 入主白宫手拿把算了 可是第二天最终结果一出来 所有人都傻眼了 剩下四个州的20张选举人票 全都投给了海思 咋听咋像有猫腻 于是民主党控诉共和党作弊 共和党呢 这边特别逗 这个没有人承认作弊 但也没有否认 反而是跟民主党比赖 说要作弊 也是你们先作弊 你们在南方州为什么支持率这么高啊 是因为你们纵如三K党 威胁黑人 让南方的黑人不敢上街投票 你们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所以两党就开始这么吵架 吵了两个多月 发现呢 不能解决问题 还得放到谈判桌上商量 于是双方研究决定 成立一个特殊委员会 决定最后总统的归属 这个特委会一共15个人 两党呢 各占五个 还有五个席位呢 由八位最高法院大法官里边 选五个人 两党各占的五票 肯定都投给自个人 所以呢 说这个最后是这五个大法官决定总统的最终归属 这个其中呢 有个大法官叫戴维斯 民主党就跟他讲啊 说只要你投我们啊 我们会给你一个州议员的职务 保证你呢 亏不了啊 没成想戴维斯这个人君子之风啊 马上表示我不想因为一己私利改变美国的历史进程啊 说完了投也不回就退出了特委会 所以委员会只好换了一个大法官啊 大法官呢 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决定 把票投给共和党 海思成功当选总统 面对这种情况 民主党里边的极端分子又耍起了无赖啊 这个他们说呢 第二灯总统票数 领先海思20多万张票 民意如此 不可能输 肯定是中间有什么猫腻 这个时候呢 南北战争结束还没多长时间 南方几个州呢还处于军管状态 双方矛盾很深 很多南方人呢 真的就准备发动群众造反 再搞一次内战 至此千军一发之际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参众两院议长 携手斡旋啊 把大家呢又摁回到谈判桌上 咱已经打过一次内战了 这个内战有多惨烈 你们心里清楚 现在为了一党私利 让美国人再打一次 让这么多的美国人献出生命 让那么多家庭流离失所 你们觉得合适吗 所以最后在多方协调之下 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协议 协议规定海思可以出任总统 但是呢只能干一届 不管干成啥样 四年以后必须下来 不许连任 另外南方各州的军管全部取消 南方州的议员要进入海思的政府 还得担任要职 你共和党不是一直强调这个 取消这个种族隔离 要解放黑人吗 但是从现在开始南方黑人 举行什么权力运动 你们不能支持 所以这份协议呢 就被称为1877妥协 1877妥协保证了美国的和平 没有再一次爆发战争 但也意味着 美国在南方的黑人平权运动 戛然而止 因为军队一撤 主张平权的共和党人都跟着撤了 南方各州相继出台法案 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 一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民权运动 才让这个南方黑人 有了应该有的权利 至少在法律上不受歧视了 更严重的是呢 因为美国的黑人平权运动受挫 连带着全世界的平权运动 都大受打击 你说像南非啊 澳大利亚啊 这些国家的种族歧视思想 开始疯涨 很多影响啊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彻底根除 好了 关于美国历史上的两次争议巨大的选举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